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坐就是学生在老师旁边陪坐 在身边陪坐 诗有所命 那么弟子去侍奉 这样叫做试 这个地方臣试君也是试 陪奉君主有陪奉的意思 那么这里面焰大家要注意 焰许胜说是安也 所以它本来是指一种很安闲这样一种状态 从这个意思引申出焰想意 那么焰想很明显是一个动词 所以这里大家注意 试君焰 这个焰是动词 是焰想 焰在一起喝酒 吃东西 这叫做焰 好 下面这个名博而杀之 这个博和杀两个动词共一个宾语之 焰之 薄之 而杀之 这个结构如果去掉儿字的话 大家看发生什么情况 薄杀之 有儿和没儿有什么区别 儿更强调动作先后 儿有这样的功能吗 儿只是连接两个微次性的成分 这个先后是由前后两个动词之间的时间关系来确定的 不是由儿来确定的 如果去掉儿的话 我们看到薄是一个行为 而杀不光有行为 还有它的结果 当这个杀字 它的行为意隐含的时候 这个结构就是一个动作和 它的结果 是一个动部结构 也就是说后代的动部结构 在先秦汉语当中 很大一部分是由 两个动词并列来使用的 所以 汉代开始 这个儿子逐渐的衰亡了 伴随这一过程 汉语的动结式 动词加结果补语的这样的格式 也就开始产生 王立先生说 动结式的产生 是汉语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我们在考虑 这个动结式的产生的时候 需要注意到 先秦汉语当中 明博而杀之 这种用法 这是汉语 语法系统内部调整的结果 所以我们今天说 沙之通常会加上再加一个结果补语 杀死了它 当然单独用一个沙 有时候也可以表示其中的结果 大家注意一下这种区别 这样的话 这个沙子有点像英语里面的kill kill这个动词包含了行为和结果 好 赵顿说 把人放弃掉不用 弃就是弃制 废弃 而去用狗 即使这个狗很猛 又有什么用处呢 合为 就是为和 做什么 干什么 有什么用处 好 斗铁出 大家注意 斗和斗 是两个不同的字 这个斗子从这个它原本的写法来说应该就是这样 这是像两只交叉的手 用这样的一个表示两个人争斗的样子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斗子在这里面又加了一个生旁 镯是生旁 这个镯子还有一个一体形式 所以这个斗也就有了一体形式 大家注意这个斗和门的不同的写法 注意这两个字的不同的写法 那么这是赵顿和他的车友 提命名 两个人一边博道 一边就出了进喉的宫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提命名 因为这个事件而死了 死之是因之而死的意思 所以这个动词和斌语之间的关系 有原因关系 有的学者就把这种冰语叫做原因冰语 那么代原因冰语的动词当中 死是很常见的 陈舍世家里面 死国何如 死国就是为国而死 有人冰语说为国而死不是目的吗 其实目的和原因实际上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斗且出 这个斗的对象是什么人 前面已经名博而杀之了 为什么还要斗犬呢 假释 这个时候假释已经都出来了 好 这段文字我们就读完了 好 我们知道这个左传是给春秋经作传 春秋经是鲁国的史书 那么鲁国是奉周历为正历的 那么周历和农历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 其实周历 商历 也就是阴历和夏历 主要的不同在于岁首不同 也就是说一年的起始应该定在哪个月 在这一点上不同 这个夏历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农历 是以冬至之后的第二个月作为正月 作为正月 那么也就是说这里是正月 这是十二月 这是十一月 而阴历 是以冬至之后的第一个月作为正月 好 到了周历 所以就以冬至所在的那个月就以冬至所在的那个月作为正月 叫做三征 夏昌周三代在历法上的主要差异便在于此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 既然春秋经用的是周历 那么周历的九月 相当于夏历的几月呢 七月 相当于夏历的七月 那么相当于公元历的八月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理解这个在春秋经里面有二月无冰这样的记载 正因为春秋经用周历 正因为春秋经用周历 所以周历的二月相当于农历的正月 正月的时候天气上寒 所以这个时候无冰应该是不寻常的一件事情 因此史官才会郑重其事的把这样一种天气反常的现象记录下来 那么假如是农历的二月无冰的话 农历二月大家知道 那天气已经暖和了 农市已经开始了 所以这个时候无冰当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像这种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 好 我们在讲郑伯课段遗言的时候曾经讲到过这个初 在左传当中作者用出字往往是用来倒序某件事情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如果是正序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斗且出的过程当中 禁侯的假释里面 有一个人反戈了 从这个假释里面冲出来 过来保护赵顿 而欲攻图 攻图就是禁侯埋伏的假释 正由于这个灵折的反戈 所以赵顿才得以脱身 在这次危难当中脱身 作者不是先写灵折 这个时候冲出来保护赵顿 而是先讲当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就说这个宣子在守山打猎 课本柱说这个田 同加反文旁的这个田 那么这两个田字 王立先生在童元字典里面看作是童元字 这两个童元字从语音上来讲是相同的 在意义上 许慎解释这两个田的意思 那么是平田也 也就是说许慎认为 无论家不家反文旁 这两个字的意义 最早的意思都是动词 都是平整耕种田地 叫做田 王立先生认为 在这个渔猎时代 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是打猎 也就是田 到了农业时代 人们的主要活动是平治耕种田地 因此这两个字同源 其实就上古汉语当中使用的情况来看 这两个字都是既可以表示耕种田地的意思 也可以表示打猎的意思 在使用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 所以这里这个田就是打猎 那么在打猎的过程当中 赵宣子赵顿 在义桑这个地方舍住了一夜过夜 其实杜玉认为这个义桑 这个义是阴也 也就是这个阴 树阴的阴 那么义桑就是这个桑树特别大 特别大铺天盖地 这个阴影很广阔 这叫做义桑 那么我们课本是依据王尹之 清代学者王尹之的说法 人们这个义桑不应该是一棵树阴很大的桑树 而是一个地名 他看到林哲 当时是饥饿不堪 这里大家注意 饿是包含程度的一个状态词 饿即 也许饿 所以如果是一般的饿的话 怎么说 饥 那么饥肾 也许饿 所以赵顿就问他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所以饿是一种病 我们在讲安之战的时候曾经讲到过 这个病可以是肌肾越病 也可以是皮肾越病 也可以是伤肾越病 那么因为过度饥饿 引起的身体的严重不适 也可以叫做病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课本著说 因癌恶而病倒 其实不是很确切 问其病就是问其恶 总之是看他面部表情 神态等各方面不对头 但是他不一定病倒了 就是饿得太过分了 并没有病倒 所以他后面有了东西吃以后就没问题了 好 灵哲就说 不吃东西已经三天了 这里面大家注意 在现代汉语当中 三日我们通常会放在前面做状语 做时间状语 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古代汉语当中 这个三日在这儿是做陈述语 陈述的对象是一个位置性的不实 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天了 因此赵顿就给灵哲东西吃 在吃的时候 他把其中的一半放在一边没有吃 好 这个舍其半就是食舍肉的舍 那么同样问之也是问其故 问这个舍其半之故 不想让你享用我和你相声 好感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